利物浦遇到大麻烦了 英超第二轮 利物浦主场对阵博恩茅斯 本来想着借主场之力 面对保级球队可以轻松拿下 结果比赛过程并没有那么轻松 并且在比赛里面还遇到了相当多的麻烦 这场球我看利物浦的评论区里面 他在专区里面球迷的评价 有很多冲突的地方 很多贸贬不一的地方 我看了是整场比赛 所以我想从球员的表现上来分析一下 首先打博恩茅斯这场 他保持了跟上个比赛 打切尔西是同样的阵容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问题出现在哪 在安菲尔德前20分钟的比赛里面 如果你是利物浦的球迷的话 你是不是要带苏肖球阵盘呢 你是不是感觉心都凉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博恩茅斯 他是很多弱队打利物浦的一贯的风格 就是说什么 你利物浦不是高位逼抢了 你不是把阵型压得很靠前吗 那么好 我上来就抢你 所以你看比赛的前20分钟 利物浦毫无招架之力 不光是中场出问题 所有的球员他都出现了失误 每当利物浦球员拿球的时候 博恩茅斯立马上来两名球员过来逼抢 而且从速率上 利物浦的这个节奏比别人慢了半拍 然后速度上你反应不过来 很多利物浦球员直接被抢蒙了 上来的时候 博恩茅斯冲的非常猛 有速度 有力量 然后对抗这边利物浦还吃亏 导致前20分钟其实很狼狈的 特别是很多人说这个中场没有后腰 因为怎么样 博恩茅斯只要带球一冲 那利物浦的这个中场随便什么人都能冲过去 所以这是很让人头疼 很让人感到难受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导致前20分钟里面利物的球员失误频频 被人骂的最狠的就是阿诺德这一点 阿诺德经常去护腰的位置上去接球 然后丢球 一开始是有一个越位 咱们就不说了 惊出一身冷汗 那么第一个丢球就是阿诺德接范黛克的 在护腰位置上接球之后 马上就被断 然后导致了这个丢球 很多人都在骂阿诺德 但实际上我们好好想一下 这是其实第一个问题 真的是阿诺德自己的问题吗 是不是 其实哥 我觉得范黛克是有同样的问题的 阿里松把球给范黛克 范黛克你要出球的话 其实你看到阿诺德身边有两个人在等着包夹他 那这种情况下 你要么把球开出去 要么把球传给有空当的地方 而不是说把球传给一个危险区域 这样导致阿诺德的失误 阿诺德这个失误是有一半是范黛克的选择失误造成的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其实阿诺德除了开场一开场的失误之外 其他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好 25分钟之后 阿诺德基本上就回到他的右后卫的位置上 他没有再贸然 往后腰的位置上去了 整体上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 没有那么的失败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阿里松 阿里松有一个黄牌 他直接带球出去了 出了进去 然后没有办法 球又丢了 又要去铲 可能有人说是场地的原因 因为立伍区域的一个场地 常年是喷水 但是确实阿里松没有进入到战斗状态 导致他的也出现了失误 再一个就是我说的 伯恩茅斯的前20分钟抢的非常的凶 每一次立伍普一拿球 马上就有两个人来抢 立伍普有一段时间一开场 他都过不了自己的半场 都出不去自己的半场 一直在这边被逼抢 非常非常难受 但是同时我们就想 伯恩茅斯每一次都派两个人去抢 立伍普的一个人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立伍普就一个人是有空当的 是有人没有防守的 这个时候其实立伍普应该马上把他的位置回落出来 回落下来先稳一稳 而不是说一直把位置放得很靠前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 立伍普是高位必强 他一定要处在高位 就是后位一定要拉到中圈附近 都是这样的 其实就遇到这种拼抢特别凶的 其实就应该把阵形形龟缩一下 龟缩一下 把三班府扛过去之后再冲出去 但立伍普没有这么做 这是立伍普今天战术安排的十五之一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其次有一个镜头 迪亚斯今天发挥的还不错 但是他在进球之前 他也是拿球之后被两个人包夹 被两个人包夹 他球又出不去 一开始他进球之前很多人就跟马迪亚斯说他太毒了 迪亚斯毒是有他毒的原因的 他的个人小技术确实非常强 就跟很多人之前在前几年说萨拉赫毒一样 萨拉赫也是有个人小技巧 没有技巧的人他是绝对不敢毒的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没有技巧的人是不敢毒的 因为他球都拿不住 他没有护球的能力 是怎么去毒的 他没有单轻匹马的能力 所以他没办法毒 所以一脚出球 很多人说他打工无私 并不是这样 你毒是有毒的原因的 只不过迪亚斯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办法 他是具备靠一己之力指导黄龙的这种球员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不得不承认 你必须得认 他的第一个进球我就觉得非常漂亮 一个那种倒钩 那种侧方位的倒钩 基本上是属于没有机会 他个人创造出机会来的 那个球放到利物浦 其他的球员基本上就是被强断 然后丢球 是吧 迪亚斯整个我都没反应过来 我看直播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整个他接球的时候都没有停 直接挑起来 然后射门 直接挑射 所以后卫也没有这个反应时间 这个球在慢个半秒钟的时间可能就要被断下来 所以没有这么一个机会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迪亚斯这个球 他是没有机会 硬创造出来一个机会 这样才导致利物浦不会显得很被动 这是其中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一个亮点 就是索罗斯洛伊 索罗斯洛伊向前持球推进 基本上是每过5分钟我就能看到他在镜头上面 要么是拼墙 要么是往前代球推进 要么是造犯规 还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我觉得他今天发挥是相当的不错的 给我说的话 他虽然说没有进球 但是他造了一个点球 并且他的整个表现我认为是全场不能说第一也是第二吧 好吧 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发挥是非常好的 就是柯纳特 柯纳特今天在后方线上 如果没有他的话 上半场利物浦前20分钟就要被打上筛子了 多亏是有他 有的时候多伸就多伸那么一脚 就多往那个位置上多踩那么一下 那就形成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柯纳特今天非常的不错 所以给我个人排名的话 我觉得索罗斯洛伊和柯纳特这两个人的发挥 今天在利物浦全队里面排前两名的 而并不是进球的迪亚斯 萨拉赫 弱塔 但是这些人发挥也都不错 然后被大家诟病的就是像阿诺德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加克波的问题是什么 加波是隐神 看不见他 他不知道自己 他没有打中场的经验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所以没有什么他的位置 其实他应该 如果是索罗斯洛伊往前冲的话 加克波其实应该更多的往后进行防守 进行回落 但是他可能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有点迷失 那么加克波看看克罗普之后怎么安排 如果把他继续放在中场的位置上 我觉得可能不太稳妥的 接下来就是麦卡丽瑟 麦卡丽瑟是遭遇了一个非常 我个人觉得是不公平的待遇 他的镜头说是灯塔 裁判也没有看VAR也没有看回放 直接给了一个红牌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不断的看回放的人 你就可以感觉他有一个回撤 脚有一个回撤的动作 他并不是一个灯塔 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 没有亮斜钉 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一个属于一个对角 对角的时候可能稍微的 就是踩到他没有抢到球 所以踩到对方的角了 而且麦卡丽瑟有一个明显的回收的动作 他不是诚心的去想 所以最多最多我觉得给一个黄牌就够了 而直红的话 你要知道直红要停三场 停赛三场 而利物浦下一个对手是纽卡斯尔 这就给利物浦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本身琼斯啊 迪亚哥啊 这就受伤了 还没恢复呢 你再丢了这个麦卡这么一个绝对核心的话 利物浦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我觉得打纽卡非常的危险 纽卡斯尔啊 我就现在这么说 纽卡斯尔是本赛季这个英超强队的试金师 豪门试金师 如果能跟纽卡打平 说明了你是一个强队 如果你能赢了纽卡 那么你就基本上肯定是欧冠去了 你这个赛季就是欧冠去了 如果踢不了纽卡 那我觉得欧冠也进不去了 所以纽卡在这边 在我这儿是一个试金师 能过的纽卡 你就是强队 你就是豪门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接下来这些强队们 英超传统的这些强队们 跟纽卡比赛的时候是什么 因为纽卡的 他的这个中场防守能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你能把纽卡打穿的话 那说明你的前锋更牛 就是说明你的战术更牛 而且纽卡的这个前锋冲击力也非常强 变化多端 所以你攻防两端都要做好 你才能赢下纽卡 纽卡的防守 纽卡的进攻 你都能吃得下的话 就是这个利物浦来讲 我觉得凶多吉少 迈卡利斯特呢 很多人说迈卡利斯特下去之后 利物浦十打十一 反而场面更好了 场面更好的原因是什么 迈卡利斯特下场了 利物浦原本整个这个球场 他原来全队都在对方的这个半场 或者是这个中圈附近 迈卡一下十打十一 少一个人的情况 整个利物浦的这个防线全往后撤 他包括前场的四个人都退到中圈 中圈后面去了 这样才导致这个伯恩茅斯 他攻不过来 中场 因为人多了 他后面人多 如果你还在前面压着 后面还是大草原的话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很多人 就是很多球迷 他没有看明白的一个点 他下去之后 整个利物浦的落位就靠后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 伯恩茅斯 我说过 他前20分钟抢利物浦抢了凶 这种抢法非常消耗体育 20分钟之后 你来看伯恩茅斯 都说利物浦踢的好了 不是 而是伯恩茅斯 他抢不动了 真正踢过足球的 踢过全场的 那种真刀真枪拼的人 说实话 你没有经过那种打练的 那种体能训练的话 踢5分钟你就错了 基本上踢到10分钟的时候 正常踢比赛 踢10分钟 普通人 踢野球的那种普通人 踢10分钟 我告诉你 一个是一个什么感觉 你已经追不上球了 就这种高强度的那种拼抢跑位 就你已经 比如说你是一个后卫 或者是你是一个中场 你前叉的时候 你的球被断了 被断了之后 你已经跑不动了 你已经回不去自己的位置了 就已经跟不动了 这就是 踢野球踢全场的 正常比赛里面的强度 所以伯恩茅斯能拼20分钟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所以说为什么 利物浦来第一次丢球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到很恐慌 就是觉得伯恩茅斯的这种踢法 每次都是二抢一 然后拼的特别凶 这种踢法拼到30分钟就不行了 最多就能坚持30分钟 世界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球队 能够全场 整个90分钟 我都在这样疯狂的拼场 我还没这样 田径队他也不敢这么拼 所以说伯恩茅斯这一点 就是抢20分钟 然后开始防守 把球权交出去 这个是战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球员确实能力还是不够的 能明显的感觉到利物浦的球员 包括他抢 包括他控制 对于场面的控制 还是更生一筹的 只不过他命运多舛 收了几个黄牌 收了一个红牌 要不要申诉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申诉的 哪怕是申诉失败 多罚一场 其实我觉得这个红牌 完全是子虚无有 完全没有必要 那么在迈卡下去之后 马上就把新元远藤航上来了 远藤航 我看了这半场的比赛 基本上看到了 他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是什么 他对于位置的选择 非常的 很明显 这是一个踢后腰的料 常年踢后腰的人 才会对于落位 就是没有球的时候 你看球队应该怎么防守 他应该处在哪一个位置 他在这方面的选择 是要强于利物浦所有的人 自律服所有的这些中场球员 没有像远藤航这样 有这样的这种位置感 他马上先 他提前把位置站好 那么与此同时 我要提出来另外一个 他的缺点就是 他远藤航 能够提前把有利的地形 位置占据好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的速度非常的慢 今天我看到一个镜头 他在被抢断之后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出回抢 这是非常要命的 这高位的球队 他的这种后腰 你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强的回抢能力 你的球持球推进 你被对方抢了 这都没有问题 抢了之后 你能不能立刻反抢 把这个球再抢回来 凯赛多有那个能力 我们看凯赛多 这很多急紧都是被抢的时候 马上就是根据反抢 给断下来 而远藤航没有这种能力 他没有办法被抢了之后 他抢了之后 基本上是速度是跟不上对方的 所以这是 但是他好处就是 他是靠脑子踢球的 你能明白他是靠脑子踢球的 他马上把有利的位置先占据 你如果是正面的话 你可能过不了我 很难 他是过不了远藤航的 但是一旦在运动战里面 利物浦高位压上 他被抢断的话 那他回追能力不行的话 那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好不好 所以他在斯图加特 他在日本都是 由于这个阵型压的比较靠后 所以他不会面临很多的 这种高位的问题 但是在利物浦 他要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 我并不知道 我觉得利物浦还要买人 还要买一个同等位置上的 这种后腰 能够有速度有拼强 包括今天身体对抗 远藤航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所以利物浦还是需要一名后腰 还是需要一名中场 这就是我说的 另外远藤航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的弹跳能力 真的太好了 他的这种真顶 真的 他身高不高1米76 而且1米76 这都是穿鞋的1米76 可能这身高也就1米7374这样 但是他跳的是真高 有一次进去外的一个争抢 一个争顶 他直接就跳出来 1米2 1米5那么高 我觉得就非常让我感到惊讶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优点 所以优缺点我都说出来了 有一些包括像 可能一对一的情况下 他确实能做一些拦截 还不错的拦截 但是速度的问题 咱们看要不要好好解决一下 所以打牛卡 我觉得真的 利物浦就不要打高位了 就全对归缩者 一归缩的话 前面可能还有空间 像索罗斯罗伊亚这种 他有空间的话 我们看他为什么发挥的好 就是因为他今天有空间了 有空间之后 他可以有个更好的发挥 好不好 这就是我对利物浦 本场比赛的一个综合的点评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下场打牛卡斯尔 我个人觉得凶多吉少 能够打平就是胜利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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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